大家好 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年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 今天是第925集的播出 前面有很多的小牛 不过那个脸好像变长了一点 这小牛好可爱 贴出来给大家看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咕噜咕列佛母的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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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赶快来一起做读书会的直播分享 《咕噜咕噜咕列佛母的心咒》 《咕噜咕噜咕列佛母的心咒》 《咕噜咕噜咕噜咒》 鞍骨鲁骨列曲里萨 王狗鲁 鼓勵 吹你 啥哈 王狗鲁 鼓勵 吹你 啥哈 甘狗狗烈吹你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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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咕咯咯咧吹哩啥 Conference 2. 3. 说似山坊 吾咕鲁咕列吹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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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咕列吹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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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咖列吹哩沙 吾咖列吹哩沙 吾咖列吹哗沙 哇 这个 这个画面很可爱 对不对 看看能不能在把它恢复到原来的 好 回复到原来的画面 好 大家好 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连生活佛文集网络读书会直播 今天是第925集的播出 哇 因为今天处理了一些事情 所以那个读书会直播 稍微晚了几分钟 因为我发现 我有这个 我有两个脸书 还有一些粉丝专业 粉丝专业有我个人的讯息 结果很多人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多少 从去年还是前年 就有很多人在我的粉丝专业的私人讯息留言 我都没有看到 刚一看 哇 一大堆留言的 在这里呢 特别呼吁大家 如果你要留讯息给我的话呢 在我的脸书 个人的脸书就好 不要再粉丝专专业讯息 不然的话会看不到 我那个很久才会看一次 几百年才会看一次 那所以今天就是比较晚打开 这个晚一点就是上网 虽然来不及念所有同门的名字 我们同等的欢迎大家 就先不用念到大家的名字了 那赶快跟大家报告 那个健康讯息 之前有同门说 哇 骨质疏松 哇 老了 那个 这个骨头不好 钙质 那个差了 对不对 那 就补钙 补钙好了 补充钙质 真的是对吗 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医学教授 顾优瑞 讲到钙质吃太多 还会有副作用 好 钙离子呢 是人体含这个最丰富的矿物质 对于我们的骨质密度 牙齿的完整 神经的这个细胞的刺激 肌肉的收缩 跟血液凝结的过程是很重要 不可缺少的 也可以催动新陈代谢作用 酵素的辅助 钙离子呢 本身呢 具有这个本态性的高血压的治疗 钙本身是好的 那么呢 如果你人体的钙太低的话呢 会怎么样 这个缺钙 对不对 容易抽筋 腹甲 撞腺 技能抗筋 肌肉无力 缺钙的时候脾气也会暴躁 容易筋软 然后呢 牙齿容易脱落 软骨症 那有的是会抽筋的 对 那钙如果补充太高呢 引起的又是皮肤痒 想要睡觉便秘 血管组织钙化 你的血液里面 钙的浓度太过高的话 会引起恶心呕吐 食欲不佳 尿量很多 对不对 然后呢 肾脏毒 肾脏的毒性增加 慌乱不规律的心 这个心脏的跳动 这些 这个会 这些会随着血干的浓度下降 而消失 所以每天摄取2500毫克的钙质 钙质 对人体的健康是不会造成危险 但是还是会有部分的人造成便秘 甚至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跟增加的结石 钙质常见的副作用 如果呢 补充钙质过高的话 会有胃肠脏气便秘口干 那钙质会干扰 那个铁服心直的吸收 那那个 会有男生的那个 增加 罹患前列腺炎的风险 乳 减症 就是造成高血钙症 反正一些医学的名称 就是钙质补充太多 还是会有副作用的 所以呢 还有一种就是说 在补充钙质的时候呢 你本身有服用内固醇药 降胆固醇药 都会影响钙质的吸收 排出 排出尿尿体外的 那有的这个跟钙片跟胃酸 那个质胃酸的 有胃酸过多的 跟钙片一起吃的话 会使血液中的铝 铝合金的铝浓度增高 那会有这个肾脏病的人的 中毒的风险 好 以上的资料是 中国医药大学 医药学博士 那个顾博士 他的那个提供的资料 所以呢 营养品要怎么补充 我希望说 大家都有机会做健康检查 问一下自己体内 在血液的检查里面 看看自己的钙质的浓度 够不够 不要啊 那个腰酸背痛就补钙啊 走路呢 腿软没有力就补钙啊 那个补钙是好 可是会不会补过多 那那个量剂要怎么样 还是要问一下医师 所以呢 这个营养品 那个不吃也不行 可是吃多了 或者跟其他的药混在一起吃 那个一天吃了五六颗营养品 到底健不健康 我觉得还是要问医师 问你的家庭医师 还要检验 那符合自己身体的那种机制 会比较好的 好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哇 已经44分了 就暂时不念大家的留言了 我们直接来看今天的 今天呢 要跟大家讲 日本的 那个 有一个宗教 他专门是念妙法莲华经的 玉本尊 他们派 玉本尊 玉就是这个7-11 台湾7-11 卖玉饭团的玉 嫁玉的玉 好 那日本的日联上人 把妙法莲华经 印成那个小册子 那叫大家就念 常常念妙法莲华经 好 这篇文章叫做 玉本尊的声音 也是这个走火入魔的故事 再自于师尊佛与魔之间的文集 好 所以在这篇文章里面 我们进头到题目 要问你们什么 师尊如何写 解救这个修玉本尊走火入魔 幻听的这个患者 师尊是如何解救的 好那讲到这个日本 其实那宗教也不能说 哇那修宗教就走火入魔 我们之前几篇也跟大家讲都对 那那么多人信宗教 人家怎么不会走火入魔 怎么偏偏就是少数人 一定是少数人本身的 一些过程的问题 出现了一些偏差的行为跟执着 或者是过去的业障 那讲到这篇 玉本尊的声音呢 先讲到玉本尊 就是日本的那个日联上人 他所创立的 他把妙法莲华经印成小册子 那叫人家去念 清晨念诵 也就是日联宗 日本的日联花的莲 宗拜的宗 日联宗 那这个日联宗的传教师 他有一个好像木头做的柜子 里面这个是供奉玉本尊 通常这个木头做的这个门呢 里面会悬挂佛佛陀的像 四大天王的像 中间因为会写 南无妙法莲华经 底下是日联上人的名字 那就是叫人家专门念 南无妙法莲华经 我不知道他们有传什么教义 这是在从师尊的书里面才知道 有日联宗这个名号了 哇 那这个念南无妙法莲华经 其实呢 就是跟念佛一样嘛 那是一种修炼的方式 但是却会有人走火入魔 这个到底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就是有一天有个老先生 哇 来找师尊 师尊啊 我的女儿走火入魔了 请师尊去解救 然后呢 老先生才跟师尊讲到底是怎么原因 因为呢 他的女儿 这个是他的同学 女儿的同学是日本人 所以呢 把日联宗传给这个老先生的女儿 然后呢 就是常常念 南无妙法莲华经 那这个人在念这个妙法莲华经 要怎么会有一个这个木头的柜子 他们叫木坎吧 嘿 然后呢 那个日联宗的传教那时候是非常的充满诚 哦 日本强调这个是中国传来的佛教 不是异端邪说 他的女儿呢 就归了日联宗 日本人甚至把这个木头做的佛刊 也送给了他这个女儿 那女儿呢 刚开始就是念南无妙法莲华经 南无妙法莲华经 哇 然后呢 第一次祈愿 祈愿 然后念南无妙法莲华经 我要找工作 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竟然就感应了 就如愿顺利了 所以一刚开始是没有看到什么 没有听到什么 就是让他祈愿满意 哇 他这个给这个新归者 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信心 哇 念妙法莲华经 会如愿 所以他念的更多了 好 那他每天念的更积极 念的时间也更长了 嘿 那在念诵这个日联宗 南无妙法莲华经呢 还要点香 然后修法的时候呢 把木头的那个佛 佛刊 对不对 木头柜子里面的这个佛刊 这个玉本尊 的那个佛刊 要把它打开 要点香 还要敲那个铃铛的声音 敲那个钟的声音吧 还要点蜡烛 还要敲铃 可是呢 有一天 他虽然没有修法 因为这个佛刊的门自然会打开 然后呢 哇 他以为他忘记关了 他也没有注意 那有时候呢 他们家在客厅里面 还会听到这个佛刊的声音 那个灵的声音 然后常看到那个佛刊打开了 这个是刚开始 嘿 再来有一次这个 他女儿在修法的时候 就听到了一丝的声音 这声音跟他讲 我是玉本尊 嘿 是我在保佑你的 你以后的祈愿 所跟我祈求的 我都会让你如愿满意 哇 这个女儿呢 得到这个感应 他也会吓一跳 他反而非常的高兴 然后呢 跟着 又这个很精进的在祈求 只是呢 他只有听到声音 但是 没有看到这个响 只是听到这个声音 这是一种幻听虚幻的幻 幻听的 哇 有一天呢 这样子又持续了两个月 有一天 这个女儿告诉他爸爸 爸爸这个玉本尊实在是对我太好了 好到我受不了了 随时随地都在我的旁边 哇 这个上学上班的时候 也在我的耳朵旁边讲话 晚上睡觉也在旁边讲话 根本就没有半步离开 现在他觉得他自己有点受不了了 觉得好像平时都有人在监督他 在监视他一样 他跟玉本尊讲说 如果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再出现好不好 啊 没想到玉本尊说 那不要 我要随时随地都跟你在一起 甚至 这个玉本尊还叫他离开他的男朋友 哇 他的老爸很生气 岂有此理 是不是 要害我的女儿嫁不出去 这句话是我加上去的 好了 事情到这来 这样子的发展就是越来越厉害了 玉本尊竟然每天大吵大闹 吵着他的女儿 连晚上都没有办法睡觉 刚开始的声音 然后呢 看来是随时同在 后来晚上也不能睡 所以搞到后来 女儿精神分裂 拿着这个刀子 斧头就把他那个 拜的玉本尊的佛看 就把他披烂了 披烂了 不休了 可是他女儿已经一会哭 一会笑 精神 精神已经崩溃了 他说玉本尊缠住他 不放他 无法忍受 而且这个玉本尊越来越过会 居然跟他讲一些很下流的话 一般正常人都没有办法讲的 那种很肮脏很下流的话 一直在讲 哇 师尊听了老先生的述说 那师尊强调了这三点 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 精神老提问要讲到 师尊是如何解救这位幻听者 他有没有看到像是听那个声音 就快要崩溃了 师尊讲说这个是属于幻听的现象 他的运气比较低 幻听有的是来自于自己的意识 自己同自己对答 有的是来自于灵界外来的灵力 有的是双面都有 有的是自己的意识 有的是外面的灵界 这个是幻听的 那再来呢 真正的玉本尊不会那么坏 那个是低级的灵去冒充玉本尊 所以呢 会听到这些灵跟你讲话 越来越不合理 对不对 有感应 所以现在有感应都不一定要相信 有感应你就感应了 但是你也不用去特别崇拜 特别理会 对不对 免得中了他的奸计 等下又叫人家不要吃饭 不要睡觉 对不对 耗掉精神 他刚开始都给人家填头 好 再来是师尊怎么治他呢 拯救这个女孩子呢 师尊要他正常睡眠跟饮食 跟上一篇一样 真耶稣教会入魔的那个 对不对 那那个是没有办法睡 然后呢 师尊叫他先去吃一身的安眠药 然后呢打点滴 营养真 补充水分 正常吃跟睡 所以师尊一直在强调 你看好几篇都在强调 以前呢 私底下也会跟我们讲 常常每隔一阵子 每隔一阵子就有这个人带着这个周火入魔的人 复灵的人 被灵干扰的人 来求师尊加持 对不对 师尊都私底下常跟我们讲 这个复灵的人 一定要想办法 让他生活正常 一定要正常的吃 正常的睡 再加持才有用的 所以呢 正常的睡眠跟饮食 先由医师治疗 那师尊后来是用道家正衣服 用福法制止他的幻听才有救的 后来这位小姐终于正常了 日连宗走火入魔的实力 这个事情呢 引人注目哦 念佛念经祈祷也会入魔 所以我看那个入魔的人 其实 其实非常的少 那个人是刚好运气低 然后有业障 那一开始在感应的时候 他没有去觉察 就很容易越陷越深 所以一开始有感应的时候呢 第一个不要怕 然后呢 不要去这个恐惧 但是也不要执着 完全都不理会 不把它当一回事 那个呢 也会越来越淡 真的没办法的话呢 写信请请师尊加持 好 今天那个 还要再跟大家介绍 这个降魔心法的前半段 对于降魔 哇 实际说呢 叫大家保持中庸之道 不需要恐惧 也不需要这个执着 对不对 对于这些呢 要有知识 要有降魔的认知 假如太恐惧 没有办法前进 哇 有人呢 好像跟人家讲 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 你晚上念真佛经 晚上念地上经 就会招行什么什么来啊 其实是他自己的心魔 他自己害怕 然后呢 把他自己害怕的那种心情 告诉别人 对不对 跟中派那么多弟子 那难道叫大家不要念经吗 你看中委会 现在都还有这个 这个网路上的同修 有的时间是晚上啊 对不对 难道晚上不能修法吗 晚上不能同修吗 晚上不能念经吗 所以有些人啊 他就是他就是比较神经兮兮的紧张的 然后把他自己害怕的 忌讳的事情 认为是真实的 那又去一传十传百 告诉了很多人 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那所有的修法呢 我们密教都是有披甲护身的 连出门都是要披甲护身的 所以呢 这个恐惧啊 变成了他修法的一个障碍 所以假如太恐惧磨 会变得无法前进 在修持的道路上 一点进步都没有 甚至因为恐惧了 反而生了磨的病 这个病呢 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心理 如果完全无知也是不行的 很可能就深入到磨境 也是无法处理的 所以我们啊 因为师尊慈悲众生 很多就是有这个父领走口 有入门的现象 师尊的拯救了很多人 所以写这本书让更多人明白 我在过去的弘法路上 也是遇到有一些同门 有父领的现象 那么呢 所以呢 我们特别挑这本书 来让大家知道明白 大家明白之后 也可以彼此鼓励 你跟告知 如果有亲友 同门 遇到这样的情况 才能够做及时的判断 跟处理了 好 原则上啊 还有这个修炼 修炼呢 一定要这个 非常的怎么样 顾忌 顾忌到别人的那个 给自己的标准嘛 顾忌 师尊讲 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 修法就好 不要哦 白天也修 晚上一次要修很久很久 我记得有个同门 在北部 台湾北部有个同门 常常跟人家夸口 你们知道吗 我入禅定 可以入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表示他禅定力很高 是不是 可是呢 他讲话每次都要压人家 如果一个经常禅定的人 他是 他的心修是很宽大的 不会去这样子压人家 对不对 哇 有人留言了 水金欧 我们修行就是要进入如来的心 一切无所谓 无所求 有平等 无差别 这个是你修行的一个目标 对不对 希望大家都一起去做 这是你修行的目标了 罗亚波 IJUN IJUN NG JOSEPIN YEN DIAMON 好 那这个是Richard Jin的功课 Jung-Jung IJUN NG KONG MIRA 记真 你收到的项链 喜欢哦 XINGYU LING 还有这个李政国 彩娟 刘碧香 黄美慧 Brandon 颜秀 刘碧香 XINGYU XINGYU 柏林的功课 佩文 黃美慧 甘封立 傅施景 XING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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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那其他同盟 如果漏掉念你的名字 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 通道的欢迎你们哦 好 所以我们也会劝人家要放下 一切无所谓 可是自己真的做到吗? 哇你被人家骂了 被人家考验了 你能够无所谓吗? 所以你写出来的这些 要把它当作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标准 自己要求自己 所以自自然然的修炼是最好的 在和解合理及正法的范围之内修炼 一个人不要去顾忌别人对自己的批评 也不必去勉强自己就一定要当一个圣人 别人修得怎么样 那也不用讲来讲去 自己先了解自己的能力 不要过度的要求自己的法力太高 太努力过度 有时候也是入魔的原因 太急得要相应 这个也是会太急也会走火入魔的 密法的修炼每一次都要修什么 披甲护身 对不对 你们修披甲护身 你有没有先观想护法 在你的前面放出蓝色的光 护法是守戒正面正情的圣者 所以你常常要想说 你要齐请护法 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有没有守戒 有没有动不好的心念 有没有骄傲 贪 要在护法面前把这个正面把它提起来 那观想护法放蓝色的光 念欧伯伦南哲利之后 这个印天心喉伦心伦都要观想蓝光 对不对 然后善印的时候 世尊护法在你的前后左右 前后左右四周 好 那谁 又是这位师兄 好 谢谢 麻烦你下次贴师尊的金句 会更好 师尊的金句写什么 或者关于这一篇的 好 可爱的上师 谢谢你 为什么大家都讲人日快乐呢 人日是什么 还不大懂 好 那么呢 师尊讲 就是护甲护士 就是可以控制我们自己修行的方法 警惕自己的方法 一种自我控制的学习 走火入魔最好的解释就是 正法的修炼可以自我控制 走火入魔的人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所以你修行 不管你是灵动 启灵 那个听到的 看到的 你能够自主 自我控制 是最重要的 对 人人生日叫人日啊 这谁规定 好啦 有空我们再去查由来好了 好 那修炼的人呢 修了护甲护士呢 就是从虚空中会有来 一尊护法 来常常给你做这个守护 对不对 那我们密教里的护甲护士 还有什么 每天清晨起床 穿衣服 哇 起床 穿衣服 这个衣服叠好 对不对 你念 那欧布鲁兰资利 念到这个观想护法 蓝光很清楚 印在衣服上 就是护甲护士 出门呢 做护甲护士的结界 也是哦 所以这个 这个护甲护士是一个很大的守护哦 师尊讲还有什么 火护士 王护士 当然 我们密教的大白散盖火木也是护士的 所有的金刚咒护法咒也是护士的 但是你不用念那么多尊 你只要选一尊 那你说起床不到怎么办 你就多念起床年身活佛加持文 多念几遍 念师尊呢 观想非常的清楚 好 念那个观想师尊很清楚 放光 然后呢 那个师尊在 这个用师尊的功德力 来奉起你的护法金刚 哇 弗龙师兄好久不见了 嘿 好 那所以呢 是有的人他很自大 对不对 有的人他很自大 然后他就会 这个认为说护甲护士是不需要的 其实是很必要的 好 那明天呢 会跟大家介绍 真正的降魔心法是什么 好 那这个节目中间 我们一起来请佛助士 其请伟大的根本传上师 愿师尊 常驻世间 常专法轮 设定一切啊 我们来唱 南无花光自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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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华光自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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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 我们感恩伟大的师尊 告诉我们降魔的心发 告诉我们如何去分辨 在修法上 我们要尽尽的修法 但是也要避免魔障 避免业障 要常常正念 要常常守护 披甲护身 谢谢师尊的教导 愿您常铸释尖 常转法轮 无助涅槃 佛体安康 一切度众的事业 吉祥圆满 告诉大家 这两天的上师会议 今天有跟 这个我们所有的上师 有看到师尊师母上 这个会议的直播 师尊有 哇 他的眼睛好慈悲 好慈祥 他很仔细的看 我们每一位上师 在直播线上 这个线上的会议 那个眼神 非常的 非常的慈悲 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想念弟子的那种感情 从他的眼睛 眼神中流露出来 而师母也是 非常的鼓励 师尊师母都非常的赞叹 这一节的众委会 做得非常非常的棒 然后呢 做得非常的辛苦 也非常的成功 大家经过师尊 师尊师母的鼓励 哇 这两天的开会 也非常的圆满 那师尊的影子 到现在还一直留在 我们的心中 所以 而且师尊师尊 这个出现的时候 还是一贯的跟我们讲笑话 讲得我们哈哈大笑 师尊 那个脸实在是越来越年轻 非常的年轻 而且充满着活力 还是关于这个佛与膜之间 就是说你在修法 上次讲得你快感动流泪 这是谁啊 少民 真的呢 看到师尊 我们每一位相师 在荧幕上 师尊 爱世尊 想念师尊 我们每个人的手都摇不停 一直很激动 然后师尊 他那个眼睛 打开都好亮好亮 七神兽 对啊 想念师尊 师尊知道你瘦吗 应该师母会跟师尊报告 我已经瘦了九公斤了 最近那个在保护皮肤 因为瘦了之后 这个我的御手 本来肥肥胖胖的 你看看 我跟你们看我瘦多少 有没有看到这个项链 手链 不是手链 手上的肌部器 有没有 这边有没有空一大堆 有没有 空空的有没有 以前这个肉 以前这个肉是满的 我在想说 我要不要这个再加那个链子 要不要这个再增加链子 现在是空的 你看空的那么大 那么大的一个洞 有没有空那个 我看 可以放两根手指头 三根手指头都有 你看空那么大 你就知道我已经瘦了多少 所以最近要让这个皮肤 稍微紧致一点 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我们就有上师 就跟师尊讲 师尊已经过去 我们一定要来看你 黄慧原 记者都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所以师尊 其实他非常非常的想念我们的弟子 也非常的赞叹我们的中文会的上师 或者所有努力在弘法的上师 师尊也是非常的欣慰 然后说哇 上师都看到每个上师都笑嘻嘻的 然后没有冲新冠肺炎 师母在旁边补充 其实师尊每天都在加驰大驾 师尊讲 我记得他讲一句话 他讲 好像一年多了 从新冠肺炎到现在 从新冠肺炎到现在 一年多师尊 每一天 每一天都在修法回向 没有停的 我们那时候是真辛苦的 所以好久没看到爸爸了 对不对 陈宁珍的功课 记证 恭喜 瘦了九公斤 其实记证你也是瘦瘦的 不过就是瘦了 但是皮肤还是要保养 因为本来是充满着肥油的 他瘦了之后皮肤会起变化 反正总而言之 皮肤会起变化 要保养就对了 好 Lisa Jan 上次瘦的精神很好 因为还是有运动 每天都还是做运动的 运动也不是说 完全为了要减重 是让自己的骨骼跟肌肉能够扎实 像是预防 以后老了 对不对 老了现在有肌少症 我之前介绍的 所以瘦瘦的人 你们要注意 要做一些帮助肌肉跟骨骼的运动 那比如说一些 你自己堪能能够承受的重训 除非你身体有慢性疾病 或者有骨质疏松的时候 你要问一下你的复健师 好 那这个再讲心外求法跟心内求法 所以体外患 想到师尊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的确一开始 什么样的原因 什么样的原因是吸引你 归正佛中 什么样的原因 吸引你 到现在还一直要修法 什么样的原因 他一定会有个诱因的 对不对 有人可能是找工作的 有人是人事的 有人是家里有病或者身体有病 有一个诱因 对不对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我的诱因 学佛的因缘 是因为那个以前这个牙齿不好 然后看牙医 其实我们家 我刚出生 不是刚出生 我小时候 我在儿童时期 我的牙齿是我们家里面最漂亮的 后来我们就是 我妈妈也是非常的辛苦 然后就是在有一年 我啦 我姐姐 我弟弟 我们家三个小孩子 同时生病 可能是麻疹 还是什么发高烧 那父母呢 那个时候 可能对医学方面的知识 还不是很充足 那父母呢 孩子有生病 当然就是要医生打特效药 那时候呢 给我们打了一种针 好像叫做埋性的 一种很强的消炎针 那病是好了 可是接下来 这长的牙齿 居然 居然 就在发生在我的身上 就是我的牙齿 就是有很多颗的骨质 开始败坏 所以我小时候 我的牙齿就很不好 所以呢 到我16岁的时候呢 我就常常去看牙科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然后呢 再看这个16岁看牙科 然后后来到20几岁 我会学佛 就是因为那个牙医师嘛 有一次看牙齿 那牙医师跟我讲 佛不撒不会六道轮回 土地公会六道轮回 我听啊 土地公 是神嘛 大家都神明 为什么这个神会 这些神不会 对不对 佛不撒不会六道轮回 为什么土地公 同样是神 为什么会六道轮回 因为这个因缘 我去讲答案 第二个因缘是 因为有一个人跟我讲 念地藏经 会门窗震动 所以我去找答案 去念 找一本地藏经 我来念念看 看看会怎么样 后来不是门窗震动 是我自己灵动 所以我在修行的过程中 是有一些诱因 而且呢 我比较特别的是一个体质 我起灵之后呢 身体好像多了一个器官 我有灵觉的器官 这个椅子是生病的人做过 我知道的 那同门呢 如果万一没有修法的 烦恼比较多的 有病的 那个看到他我就知道 会那个灵觉会比别人还要强 是20岁的起灵的时候 所以呢 那种感应啊 那个书上写的 这个人感应什么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我就有各种的感应 很感谢师尊 这样子 我一路走来 没有遇到什么 没有遇到这个佛与魔之间 遇到的这些事情 对不对 你是为你的誓愿而来 福龙 你是什么誓愿啊 好久不见了哦 王臣 那那个 奥姆都是再来人 对不对 凯利伯拉娜 改变运气 好 所以呢 你是这个 想要看某一个菩萨 我会念地藏经是因为 唐主跟我讲 你把地藏经背起来 我说我背地藏经的语言是 唐主跟我讲 你只要把地藏经背起来 你就会看到师尊 所以以前有这个诱因 可是我在背地藏经的过程里面 我并没有会去求说地藏菩萨 你给我显现什么 看什么 我那时候没有 我就专心说 我有一天把地藏经背起来再讲 看地藏菩萨 要怎么样献给我看 对不对 这故事呢 以前都跟大家讲过了 会有一个诱因 所以这诱因呢 其实呢 现在想起来都是心外求法 对不对 求这个要求那个 求这个感应 求那个感应 或者求健康 求什么 有所求都是心外求法的 少明是看真佛报 看师尊的那个 开释而归一的 想念 好 所以呢 你已经归了那么多年了 刚开始你是从心外求法过来的 就是呢 你不是从自己的内心 去求自己的佛心 是求外面的感应 或者呢 祈求什么愿望 这个都是心外求法的 那心外求法呢 只要不太夸张 像我们之前 这边我刚介绍到什么 飞碟会 对不对 某年某月某日 大家聚集在一起 上帝会把大家带走那种 那种就是 太走火入魔了 那一般祈求 就是佛法就是以欲望来勾牵我们 那你在沿路上 只要没有遇到佛与魔之间 这些做这样 对不对 还是可以低空飞过的 不过你已经归了那么多年了 难道你还是 你到现在还停留在心外求法的阶段吗 如果你已经归很多年 也看了很多书了 也修法很多年 你的心灵还停留在心外求法的阶段 恐怕你要再重新再认识自己了 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现在所得到的 你所祈愿到的又是怎么样 自己的业障又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目前有些祈求 为什么会求不到 到底是什么因缘 恐怕要再从内心上去看到了 所以今天这一篇后半段 心外求法跟心内求法 我们从心外求法慢慢进到心内求法了 那昨天介绍到飞碟会 那有些人希望上帝下降 把他们带走 师尊讲 也不想想看自己犯了多少的业障 也是因为师尊入梦 师尊问你 你归了吗 过后就过一 那也是师尊 雅阿福龙是过去感受到 跟师尊的缘分 都是很好的 对不对 那么那些昨天介绍到那个飞碟会 哇你们只要聚集在一起 上帝就把你们就带走了 师尊讲说那些人 也不想想自己犯了多少业 多少业障 每天就是贪财 贪色 还有这么小气巴拉的 也不懂得事无量心 为了自己想的 想要保护自己的 别的辛苦给别人 自己就是要好好的 对不对 完全没有修心灵的人 居然要给上帝带走 你想想看可不可能 对不对 有这样子的吗 车呢 生气 贪嗔痴都是这些 所以这个 释迦摩尼佛讲 这个什么样 这个什么样会得到 宇宙自然大光明的显现 一定是心光明 心灯明 法灯明 自己的心先发光 你就自然得到宇宙的光明发光 在这个过程中 师尊有讲 修道的五个 资粮道 对不对 那加紧道 修道 见道 先见道再修道 再来是旧经道 五个 刚开始 你要持戒 那你要去布施 行善 这个累计资粮 加行 你开始修法了 这些加行 加行道 再来呢 慢慢修 你就见道否信了 这个第三个 见道位 师尊甚至讲说 你修道 见道位 你对很多事情会非常的淡 非常的放弃 所以不是说 哇 你留言说 大家要无所谓 大家要看淡 那个是见道的人 见是看见的见 知道的到 见道的人 他自己的心境就是这样 不用写 那自己证明 什么事情都是让人家的 什么事情都是 非常的谦卑的 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淡 自然行为上 他就表现出来了 不用去跟人家解释 也不用讲 也不用多说 他自然而然就行了 第三个是见道 见道当然 他也会开自己身上的气脉 再来就是 依照见道的佛理 然后再去修道 再把它修正 然后第五个旧经道 就是把它修正圆满 对不对 所以你修正圆满之后 自新的光明出现 然后呢 就会看到宇宙的光明 就会见证到宇宙的光明 所以自己的自新光明没有显现 然后去祈求飞碟下来 上帝把你带走 贪城吃 贪城吃一大堆一大堆 一堆垃圾 难道叫上帝去带一堆垃圾上到天堂 那上帝还要煮饭给你吃吗 啊 好好笑 所以实际上帝 所以实际上 你没有自新的光明显现 到能够专一 比如说 你在晒衣服 你在做家事 做家事的时候 你是一边做家事 一边想 等一下儿子怎么样 等一下这个怎么样 等一下那个怎么样 你不是一边做家事 一边在念咒吗 怎么会 哇 那个心就飘出去了 飘过去了 对不对 哇 一心就没有办法守住 所以不是修法的时候一心 是任何时间都能够知道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念 观察自己的心念 能够知道自己现在在动念 还是在一心里面 所以呢 入三摩地呢 有分有相三摩地 一心就是一种有相 相貌的相 然后呢 在最后从一心 再进入到五 进入到空心 对不对 就进入五相三摩地 所以呢 师尊讲的这个 哇 要这个中卖空 要什么空 先问他这个人能不能一心 对不对 老师讲 这个师尊讲 这些人天天在等着上帝出现 预言上帝什么时候出现 上帝带你们上去干什么 老师讲 有的还有香港小 有的还有皮肤病 有的全身病 带你去上面 上厕所嘛 搞不好上帝还要在天堂煮菜给你们吃 所以 师尊讲说 圣经里面讲的一句话 很好 土归于土 气归于气 我们身体呢 就是地水火风的地 对不对 土归于土 然后呢 将来临终的时候 身体就是归于大地 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气是归于虚空的 土归土 气归于气 你这个臭皮囊 是属于土地的 你就归于土的 那呢 你的生命是属于天的 你就归于天的 不懂得以为 哇 上帝来就跟他走 所以你看 师尊一直在跟大家讲 什么叫心内求法 什么叫心外求法 像那种心外求法 大家都集中起来 等上帝 同一天死 上帝同一天带走 那个有点像什么 所以讲这个好像 这个 这个 好像集体通通死掉 跟着上帝去 那个也不是 有些说 哇 这个 干脆集体 这个 集体自杀 或集体的 这个都是非常偏激的 不对 师尊讲 你自杀 你内心 内自 里面自在的光明 会显现吗 也是不能够显现光明 所以真正的讲实在话 自灯明 法灯明 就是我刚刚讲过 你自己的自心 能够光明 你就能够 依照这个 这个 资量道 加行道 见道 修道 就近道 这五道 修了 你就自灯明 自灯明之后 就会见证到法身的 法灯明了 好 本宏专 红春意 精神统一 对 精神统一很重要 好 我相同看到你在留言了 好 所以呢 这个 自灯明 法灯明 那就是自心的上师 上师 就显现在 你的心里面了 那就是自心的上师 你的佛性自己显现出来 那个才是真正的自心的上师 那是你的根本 那是通的 通 比如信 海 宇宙大光明 真正的佛 是每一步都是通的 每一尊都是通的 如来的教导 所谓 正性 正法 都是从你的自心里面去的 你向外面求 哪些有神仙 我去拜他 哪些有神仙 很灵感的 这个都是向外求法的 所以呢 自己放光 才是真正的相应 好 那 四端最后节啊 我们的肉体 最后是归于大地的 那么呢 这个 清静的光明 归于虚空 好 愿与大家 共勉 谢于 哇 记忽 现在看到好多新的同门 瑞泽俊修下 那个 那个什么 哇 这个谁 按到了 好 这个 这个 哦 Lisa John 脱下臭皮囊 成归土地 气体 复光明 好 谢于 记忽 那 瑞泽俊修行 往内修 好 那 谢谢大家 那 节目最后 我们跟着 伟大的师尊 一起来唱 南无阿弥陀佛 在哪里 哇 é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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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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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师尊的加持 想念师尊师母 谢谢师尊 也谢谢大家在这个文章里面 佛与魔之间 这个拜玉本尊的 刚开始是这个 这个小小的祈愿得到感应 然后满运了 接下来听到声音幻听 结果那个幻听越来越厉害 就走鞏入魔 后来师尊呢怎么样 叫他也是要请医生来给他治疗 要睡要吃 然后师尊再用正义的道法来 那个修法加持他 回向他 那这个祥魔的心法呢 对于这些 这个灵的东西 也不用怕 也不止 也不去 一切都要很中道 对不对 师尊金句 那个什么 扫心功德大 这个是从哪本书出来的 那个是从哪本书出来的 你如果抓住师尊的金句 把书名写给我们呢 那这个后面的接入谈心 接入谈心 讲到心外求法 心内求法 刚解释了 师尊告诉我们呢 那我们沿路的过程 可能在修法的过程 可能会从心外求法 慢慢的一步步的进来 对不对 到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从自心的自灯明 修到法灯明 愿意跟大家共勉 那这个就是师尊给我们的开始哦 好 农历 农民历的后面哦 那那个 以后尽量把师尊的金句呢 把它书名写出来 让大家知道是那本书 会引起大家的兴趣 去看那本书哦 都是很好的 很棒的弟子 乖乖牌的弟子哦 好 我们给师尊救命 爱斯特鲁 亚比 谢谢师尊 好想好想你 明天还有一天哦 我们也邀请大家给我们按赞 转贴 分享 那想要加入我们脸书会员的 的同盟呢 在我的脸书首页 那个小人像的地方 按一下追踪就可以了 还有呢 我发现好多人 在我的粉丝专页那边留讯息 我都没时间看哦 以后希望如果你有问题要发问 要留讯息的 麻烦到我的那个 我个人像这种读书会直播的这个脸书 我现在个人脸书 不要到粉丝专页讯息 有时候我也看不到 谢谢大家 给大家慢慢搭 祝大家好睡好眠 能够莫大师尊 修法心静 然后长日相应哦 拜拜